这是张继科罕见的14岁参赛视频 同样这一年也是他梦想开始起航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中他以二人的成绩顺利进入国家二队 在世界青少年挑战赛中 张继科一路拼杀、荣获男单、双打、团体等三项比赛冠军 从此这名不羁的追风少年 开始有资格进入国际拼连诸位大佬的眼中 同年9月 张继科在日本公开赛0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赢四局 将大比分以4比3逆转夺得冠军 此时的他已经展现出十分出色的天赋 在大比分差距落后如此大的情况下 硬是丝毫不受影响一局一局地将比分赢回来 这样的操作除开乒乓球技术之外 老K觉得运动员没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是很难完成的 在国际赛场上小秀了一圈回来后 张继科在日记本上写下 一年后进入国家一队的目标 2003年张继科不出意外地顺利荣升一队成员 从此开启了他的乒乓球传奇生涯之路 谁的耳边总有绝去再映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